再穷,不坑朋友,再富,不忘的安人,人活着,品行比钱才重要,请你比利益珍贵,让你一生很暖散,遇到几个好朋友不容易,在你穷困潦倒的时候,是朋友的,会伸手帮你,血中纵烫温暖了你的心,时日再有,也要记得这份轻易,什么事情,将心比心,真心实意,别人有难,尽心帮衬, 不兴手旁观,不落井下石,什么事意,一身正气,顶天立地,受人温慧,铭记在先,不温家仇报,不无度索取,一个人,不管事业多大,资产多富,身份多高,一生多享,若是人品不好,重力轻易,那么在别人心里,也不过是一个道貌安然之辈,一个人,就算在穷在守在不济, 只要人品端正,重情重义,那么在别人眼里,就是可信可交可信的至极,父也莫丢了良心,恩情不能忘,有人不能忍,真诚不能丢,感谢曾经帮扶过你的贵人,感谢曾经为你付出的亲人,感谢曾经陪你一起闯的爱人, 那么别忘根,少了这些人,就不会有你的今天,人的一生,有低沉的时候,也有崛起的时候,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,有没有人抱过你,哪怕是在你截不开锅盖的时候,给你送一挽紧,哪怕是在你身无本门的时候,给你几十块钱,哪怕是当你穷途末路的时候,让你在屋檐下躲避寒冷, 哪怕是当你寻死密活的时候,好言好语劝你对生活重拾希望,这些人,都是你的恩人,恩人的情意,要牢记,千万不要做忘恩负义之人,因为,感恩是人的本分,人或穷,但穷的时候,千万不要坑朋友,人或负,在负的时候,千万不要忘恩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